哈喽大家好,我是尼娜,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那么最近呢,因为美国因为疫情的影响啊,许多房地产还有其他行业都有受到影响 那么据Zillow啊,Graphin啊,还有这些地产网站的统计来说 从4月开始呢,美国的房地产交易量一直在呈下滑的趋势 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,大家不能出门 那么以前的传统看房卖房方式也成了一个障碍啊 现在都不能做open house,不能人亲自去看房 什么事情都要做预约,并且每次的看房人数也会有限制 最多两个人啊,那这些种种的一切呢 都致使我们的房地产交易变得非常的缓慢 那么我呢,作为一名broker,也作为一名新进的自媒体人啊 我还有继续的在帮我的客户进行买房卖房相关事宜 当然了,我也可以为我的客户前去房子 专身给他们定做看房还有卖房的视频 做这个包装在全网去推广这个房子的信息啊 那如果感兴趣的卖家买家都欢迎可以来找我 那么现在卖房呢,我们可以采用virtual tour 云端卖房,3D卖房或者是zoom meeting这种方式来线上看房啊 那么买房呢,也是可以通过线上交易在线看房呢 买家都不需要出现在卖房的地点即可完成交易啊 其实现在流程呢,是更加简单的 并不是说现在因为疫情,我们就不能做房产交易了 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那所有事情呢,我们都有成功的案例 可以跟小伙伴们分享 那如果对这个卖房买房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哦